獅上文 二個月 關於那個黃老師說 他不是不道的專家 當然他是空間的專家 那我既不是不道的專家 也不是空間的專家 所以我應該能夠代表非常一般人,對於自己或是類似這樣的一場思考的方式。 我有寫一篇叫做《場所是我們靈魂的局所》。 這是抄襲海德的句話,語言是我們靈魂的局所。 如果沒有語言,我們的靈魂就沒有一個形式。 沒有語言,我們沒有辦法表達自己。 我們沒有了語言,我們的靈魂跟別人的靈魂就沒有互動跟交集。 那我模仿這樣的一個講法。 如果我們所處的只是一個宇宙裡,牛頓物理學中的一個空間, 用數學式用坐標去表達的空間,我想我們會乾枯死掉。 我們實際上所處的每一個空間,都有它的氣味,都有色彩,都有文理。 也就是說,它一定投射了人的某種想法,某種情感,某種觀念。 你覺得它很醜,你覺得它很美,你覺得讓它感動,你覺得讓它靈性。 你一定是用某一種感受,生存在某一種空間裡。 所以我想從這一點來講起,那因為有很多東西寫在裡面,不重複就不重複。 我剛聽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個古蹟保存的事情。 四四南村,我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個保存的空間在那邊。 那當年四四南村,有很多人想要去保存它。 但那個年代,這個保存眷村,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住在眷村裡面的人,他覺得為什麼眷村要成為國務? 那我們是標本啊。 那到了現在,他就發現,眷村快沒有了。 所以那些在眷村長大的人,開始會覺得,我們這眷村沒有保存起來,好可惜。 所以現在就全台灣,到處都有眷村保存的運動。 而且這個運動是以外省級的朋友,尤其是原來那個眷村長大的那些朋友為主。 可是當年在保存四四南村的時候,非常奇怪,非常詭異。 四四南村兩間城過展,但是南村的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奇怪。 那是1946年勇敢的眷村。 1946年,台灣當中戰,中國的兵工系統接管四四兵工廠。 那麼,住在四四南村的這些人,不是軍人。 他是兵工廠裡面的工人,幾乎是最底層的外省。 那麼,他們蓋起來的這一批房子,大概就是那個時候,利用日據時的倉庫和空地。 那因為大戰結束了,四四國兵工廠需要的規模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一部分的空間,他們自己蓋起來。 那多生的一個小孩就在蓋一間。 那娶的媳婦可能會往上再蓋一間。 他就這樣有機的成長。 那,他的旁邊有一半是信義國小的預定地。 但是信義計畫區後來變成整個商業區,加上台灣的少子化。 事實上信義國小不需要多大。 但是,馬政府時代的台北市教育,堅持要把那一半全部產品,變成國小的操場。 我覺得這是在台北的教育史上,一個最反動、最反教育的一個時代。 那剩下的50%怎麼辦? 那時候,我們去查法定。 就是說都市計畫區,它是被化成公園。 但是,如果這裡有古蹟有歷史建築的話,它就可以變成都市計畫裡面的保存區。 它就不會受公園建築率的影響。 所以那時候,很奇怪,一個客家人楊長正,一個加拿大人史康迪。 一個閩南人叫葉乃琪。 然後後面有兩個,三個外省。 一個是四字東村的一個年輕人,他後來搞工運。 另外有兩個南村的人。 他們,尤其是南村那兩位,他說千萬不能讓南村其他人知道他們參與了這個運動。 很多資料都是由他們提供的。 但是他們不能公開。 所以那是非常詭異的機會。 因為我後來,大概側面聽到,可能是他們覺得那個是一個不堪回首的過去。 因為他們是底層中的底層。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最好不要讓人家看比較好。 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市政府本來也有徵求案子怎麼樣保存的。 反正結論就是,我們去申請古蹟。 結果申請古蹟,古蹟宣察委員會判定說,這個是歷史建築。 沒有到達古蹟的標準。 那時候我們心安的想說,歷史建築也可以成為歷史保存區了。 結果,這是榮英台幹的事。 他辦這個古蹟審查之前,因為我們提出申請大家要審查。 他弄了一個場面,找了記者來巡視。 我們幫導覽,大家走了一圈,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 結果,在古蹟審查會結束之後, 他另外偷偷開了一個歷史建築的審查會。 那歷史建築審查會審查的結果,就是保留原來公園建築的那12%。 我們現在看到的四四南村,是一個標本,是一個死掉的空間。 原來的,有人提案的構想裡面是全區保存。 包括他們有反空洞,他們有公共浴壇。 然後呢,那就開始看到他們的生活方式。 然後有一條街,大江南北各種小吃。 那時候我們希望說,那些小吃店可以繼續拍下去。 然後有一些地方,當他們搬走的時候,留下了他們的書本。 那個青少年情竇出拍,留在那天外辦上貼了很多美女的海報。 然後,當四四南村變成今天這樣,跟四四南村約來住的人,完全沒有關係的空間的時候。 那四四南村就變成一個蝴蝶標本。 我覺得四四南村最可惜的時間。 那幾乎在台北也很少人,把四四南村當作他一個喜歡去的空間。 那我講另外一個例子。 我在行政院特務會,他說擔任主任秘書。 有一天我碰到一個案子,我們處長來跟我講。 他說,有一個案子。 那這位,不可惜。 但是他要報上來。 那就是台中縣石岡鄉公所的鄉長,他們申請,他們石岡留家的火房。 原來是Togatsu。 九二一大立正之前,曾經申請補機認定。 而且,認定的時候會堪,大家都認爲是補機。 可是之後,其他的行政工作全部還沒有展開的時候,九二一就來了。 所以那整個古蹟就坍塌掉了。 那按照九二一重建條例就是說,如果你是古蹟的話,你可以原樣重建。 那這個沒有完成程序的,就不是古蹟。 所以他到文化鋪到內政鋪到所有的單位也跑去找農工人會。 沒有一個單位願意幫他幹,後來他找特務會來。 那我們得同仁說,這個不是我們業務長管的範圍。 那而且,幹了以後,是私有的產權,是他們祭司工業的。 那這樣子我們不能幫民間幹。 那時候我問了我們的處長,我說,祭司工業,聖宗最遠。 他們單性聚落到現在每年春秋二季。 然後全部的族人,從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會聚集回來,崇敬他的祖先。 這不是一個活的文化職場。 我們課會要成立不就是,希望能夠保存一些客家的文化傳統。 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嗎? 那這樣的工作是在那個場所,就是他的祠堂裡面進行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認定他就是一個武器。 行政程序上,那是文件會的事。 但在客人會的立場,我們應該全都給他入住。 我們自己給他一個要求。 就是說,你必須平時公開給外界的人,可以去看。 那你要有導覽。 那相公署就答應了,他們去設有導覽的人員。 然後也把他當作是相公署的客家文物館。 所以,相公署的客家文物館同時是瑜伽的宗旨。 那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這裡講的是,如果沒有瑜伽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公聽、宗旨、徒間的聖宗堆元的崇敬。 那這座古蹟就是一堆磚頭塌掉而已。 同樣的,我覺得蔡瑞月這個武道社,過去的中華武道社,同樣的道理。 它不是這些木頭,它不是這些磚塊。 它的價值在剛剛華蘭祥提到的,它中間有一些負心的資產。 那個就是蔡瑞月的Legas。 蔡瑞月的Legas才是這個場所的靈魂。 這個場所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古蹟。 當然,萬一沒有蕭敬文姐妹繼續傳承老師的道下去, 他可能會交給其他的人, 或者楊長正來經營,有氧不到, 他也有氧不到,或是全部來開咖啡做。 台北現在有很多委外經營的古蹟。 事實上就是因為它的Legas已經沒有了, 只好這樣子做,然後加上一些靜態的展覽。 但是我們好不容易有一個活的古蹟。 古蹟主任的Legas還在這邊,每一天繼續延續下去。 那麼好的東西,你想要用政府採購法幾年來招標一次。 然後呢,這個武道家變成廠商來投標。 還有比這個更反文化的吧。 所以我想,我們除了要爭取它變成是一個蔡惠樂的古蹟紀念館, 我還是擔心即使成為古蹟紀念館, 這紀念館的主題到底是誰。 我會建議台北市要通過一個自治條例, 模仿兩廳院成為一個行政法人, 獨立的行政法人。 然後市政府固定每年過一定比例的經費。 然後有基金在這邊。 那他的董事會裡面就是要有蔡惠樂的, 跟蔡惠樂的Legasy有關的那些人, 要有一定的上的比例。 那這樣子,這個地方才會成為一個永續的, 去維護蔡惠樂的儀序, 他的在台灣武道界, 現代武道開山的, 這樣一種歷史場所的精神。 那全台灣我們大概, 我對武道界基本上外行。 那不要講說是開那個, 有雅舞道, 我覺得就算是, 如果蔡惠樂的學生們都不再跳了, 沒有人在這邊經營了, 讓那個雲門進來, 我都覺得蔡惠樂的這樣的古蹟的意義, 還是去,還是沒有。 這不是有多有名的武道家進來, 而是蔡惠樂的精神還在這裡,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未來有機會, 應該要繼續, 我們法治病應該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讓這個批發, 繼續是台灣武道界, 介入現實, 追求人權, 並抗爭精神, 獨立精神, 自由精神的一個基地。 不要說台灣的武道界, 所以台灣的藝術界基本上是很少去接觸這些東西, 尤其是在威權的時代, 我們好不明有這麼樣的一個場所, 我覺得台北少了蔡惠樂舞蹈社, 或是台灣的舞蹈界, 少了蔡惠樂舞蹈社, 她的學生們, 我覺得我們的舞蹈文化, 我們文化卻不大快, 我們有很多漂漂亮亮的美美的文化, 美美的創作,美美的藝術, 但是, 我們很少會介入現實的創作, 我們沒有能力去介入現實的創作, 表示說我們對我們自己的現實沒有見過的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創造自己的未來, 一個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創造自己的未來的民主, 是會有它的介入現實的能力, 而且它會表現在很多地方, 不是政治而已, 它會在藝術, 它會在音樂, 它會在文化, 我們每一個頻道打開來聽到的歌, 周杰倫, 我每次聽那個歌詞, 我都覺得不知所謂在唱什麼, 你要表達什麼, 你的企圖是什麼, 不知道, 但是當我們聽到林森霞之後, 她想要做什麼, 我們需要這樣的文化藝術, 帶台灣繼續延續下去,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認為, 蔡盧葉武道社, 就不要再重複過去, 把它當作一個照標, 偽外的東西, 場所, 一個空間, 它是有靈魂的場所, 就繼續讓它的靈魂, 在這個地方延續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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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解決半千, 會太少了, 只花一萬塊, 所以, 解決的方法多方便, 你們知道嗎, 每一戶加花五千塊就解決了, 錢部才一千一百多戶而已, 國安部花五十多萬, 就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還想到要成立行手, 所以要加強監視器, 我說那些花的錢, 不止五十萬, 我們就跟他開三次會, 就解決了,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也拼完了一件, 黃埔新村六十三年的政治聯案, 所以他們現在對我們, 也非常非常信任, 非常信任, 就是增加我們的很多負擔, 因為當所有問題都在找我們了, 最近, 那個美農客家, 他們現在, 我經常跟他們聊天, 他們現在想要成立一個火房聯盟, 無套保存聯盟, 他們說要用一百多, 就是家裡有火房還存在的, 都可以加入這個協會, 叫做美農客家火房協會, 保存協會, 他們說要我來當頭, 我說我不是客家人, 他說你是客家誰弄啊, 你是客家女婿啊, 所以, 我有疑慮啦, 但是我經常跟他們說, 保存是剛剛像躺正講, 我們不是保存建築人, 我現在經常跟他們做談, 無獨家演, 有機生存, 我們相信的事情為什麼, 我們大家都高級知識文字, 學了一大堆, 為什麼我們學過的, 我們知道的,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不實踐, 他們在想說, 對喔, 我們為什麼喊了這麼久, 都沒有行動, 所以好啦, 你來幫忙, 你看, 又多月份不待, 我說不行啦, 這個, 他們, 我猜會承, 因為透過不斷的咒談, 大家不斷的溝通, 他們發現說, 不能只保存建築, 要保存文化, 要保存生活方式, 所以這個也是乾湯長針橋, 這個地方, 我們要保存的, 不是這個建築, 坦白講, 我們早就知道這個建築, 並不怎麼洗漆, 台灣像這樣的建築菜, 還有一彎豆, 但是不一樣在哪裡, 就是人在裡面活動吃的, 這個菜是它, 它, 自動我們保存的, 所以, 種種的運動, 都讓我們的視野擴充, 都讓我們的知識增加, 也讓我們知道我們要什麼, 以前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要什麼, 但是經過不斷的運動, 以後我們突然覺得說, 啊, 我們開槍了, 我們終於知道我們要保存什麼, 我們要保存是一個大的環境, 是一個大的文化, 而不是單一的建築, 單一, 一個有形的, 一個固定的, 一個洞建築, 不是這樣, 我們要有一個, 我們珍惜的, 我們很使愛的, 一個環境的文化, 這個當然要補助很多的, 心力跟精神, 還有大家要很強的共識, 才有辦法做好, 所以, 對方正剛剛那句話, 我也覺得真有感, 接下來我們請林宋, 林宋是這二十年來, 我千億戰友, 這個他, 從保存一個, 那個北投文全博物館, 他當時還是, 電獨系四年直接學生, 如今已經經過二十年了, 我透露他的年紀了, 剛好今年二十年, 所以那個, 後天, 那個, 三一電視台, 台灣亮起台, 要做我們這二十年來保存, 那個文化古蹟的這個故事, 就是從林宋開始, 那個故事的開朵是林宋開始, 也因為保存北投文全博物館, 那時候的, 北投國下的黃老師, 他一想到說, 這裡也值得保存, 所以他帶我來, 所以還是跟北投文全博物館有關係, 一個接一個, 所以那個林宋, 其實他在這個領域, 非常非常有名, 這個我也很多人都認識他, 所以我不用多介紹, 現在請林宋來, 謝謝大家。